如果只是尿检的话 并没有什么 你只是提供一些尿样 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的一些心理波动吧 就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清白的 明明也做了公示 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去质疑我们 而且在我们接受完了这么多次检查之后 他们还要把这些事情拿到赛场上的发布会 或者说赛后新闻采访去问我们 不断地去问我们 怎么讲呢 就是有些无奈吧 可能因为讲了很多遍了 他们不信 你不信还要听我们解释 我觉得他们特别不该的 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把我们23名运动员给公开 特别是把我的头像当作23人之首 所以导致我在游泳池里面 可能大家 因为你这么一个大头罩放在网上 肯定第一攻击对象是你嘛 我就会觉得我在那里面走得很没有自信吧 感觉像 无奈又好笑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人家做 你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